据介绍,2016年5月1日,国家调整集随会制营疫苗免疫策略,使用二价集会减毒活疫苗,保抵代三价集会减毒活疫苗,TOP,并在基础免疫中使用一期次集会面活疫苗,IPS,免疫策略调整初期,安身是由于IPS供应短缺,导致部分失灵儿童尚未接种IPS, 为保障因接种一期次IPS,但未接种的儿童获得IPS免疫保护,安身是决定在2018年7月开下40年儿童挤灰面活疫苗查路补重工作,此次查路补重适用于2016年5月1日后出生,接近有BOT接种史,吴健和TOP或IPS接种史的儿童,对于录中疫苗的儿童,按照相关规定的免疫程序进行补重, 所有几回面活疫苗查路补重的接种单位,只有产规免疫接种点承担,所用疫苗之为省级统一配发,保证接种安全和质量,即控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, 目前查路补重,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,是零儿童家长最好能核对一项孩子的接种症,如有录中请到孩子原来接种疫苗的接种单位登记,预约接种时间,未来儿童可到限制注定所在的预防接种单位报名登记, 如却有困难不能到原接种单位登记接种的,可到究竟的接种点登记接种,接种等天假长失持欲望接种症,前往接种单位补重疫苗。 如果孩子有以下情况,请不要接种,对本品中的活性物质,任何一种非活性物质,或生产工艺中使用物质, 熟悉霉素、练霉素和多年均素比过敏者,或以前接种本品时出现过过敏者。 熟需补重疫苗的孩子,属于发热或急性疾病期患者,应推迟接种本疫苗。 咨询电话 7-6-1,挤灰是一种什么病? 脊髓灰质也简称挤灰,是由挤灰病毒一起的传染病。 多发生于儿童,由于病毒的是神经特性,1%的耳感染者出现累积脊髓前脚灰质,脑脊脑神经的病变,导致肢体麻痹, 不俗称为小儿麻痹症,出现麻痹的病例多数留下过行至终生残疾,严重的可导致死亡。 为什么要接种挤灰疫苗? 国内外的实践证明,保持高水平的挤灰疫苗接种率,能有效阻断挤灰病毒传播。 接种挤灰疫苗是预防挤灰主要,有效的措施,全程接种挤灰疫苗后,能产生持久免疫力。 为何实施新的脊髓灰制炎,挤灰疫苗免疫策略,挤灰病毒有爱型,爱爱型和爱爱爱型三个血腥型型。 效应的疫苗也需要海球网校医学考试网。 提示新的脊髓灰疫苗免疫策略。 2016年5月1日实施包含三个血清型的疫苗毒株,其三架挤灰疫苗,我国在2000年实现两无挤灰的证实。 但由于临近多国仍有挤灰疫苗病毒的流行,为防止挤灰输入病例的发生。 2000年以来,我国仍然继续使用三架挤灰解毒活疫苗。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,爱爱型挤灰疫苗病毒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被消灭。 接受含爱爱型读书的解毒活疫苗已经没有必要。 为此,世界卫生组织决定全球停用三架解毒活疫苗,改用含有爱型,爱爱爱型两个血清型的二架解毒活疫苗, 同时要求各国应引入至少一剂挤灰活疫苗。 本次调整,包括中国在内的,仍在使用几回解毒活疫苗的,155个国家同步实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。 感谢观看